恩典365 三分六十五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 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祝福你 你的婚姻 你的家庭 要这样天天活在 神的爱和恩典里 每一天虽然我们 讲到的都是一些 夫妻的相处之道 但是这些都是 从圣经里面出来 所以我鼓励你 把开圣经 你也一起来读 这几天我们分享到说 说话 而那个说话 伤人在夫妻之间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痛 一个在我生命当中 跟我最亲近的女人 在这个世上有哪一个人 比你的另外一半 与你更亲近 你在他面前毫无遮掩 你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他通通都知道 这么亲近的一个人 但是在他的口里 听到的却是他讽刺你 伤你 戳你 瞧不起你 那真的是一个 很深的不快乐 这些年有一个词 在我们的社会上 常常被听到说 家暴 在家里面的暴力 那个家暴 有很多人讲 很多受害的妇女 被打 被家人打 被丈夫打 或者是被家中的其他的人 来伤害 那是很令人不快的一个事情 我讲再也没有一个痛苦 就是你天天活在害怕里面 每天害怕 今天会不会被打 今天会不会他回来以后 又有暴力 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但是这一两年 大家慢慢发现 除了那个肢体的暴力之外 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暴力 叫做语言的暴力 那个语言的暴力 不一定是强势的男人 有的时候 其实姊妹们 女士们也要注意 就是我的说话 前一阵子 我在一个电视节目里面 我访问了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讲到说 他说他从小看到 他们父母亲的相处模式 妈妈非常能干 妈妈非常认真 妈妈几乎是一肩扛下了 扛下了这个家的责任 而爸爸呢 爸爸其实不太负责任 爸爸常常游手好久 又喜欢赌钱 但是这些东西 他说小的时候 我们都还可以忍受 最不能够忍受就是 爸爸一天到晚打妈妈 打妈妈 但是当他年龄越来越大 他就发现说 爸爸一直在打妈妈的过程里面 小的时候 他非常的同情妈妈 但是慢慢慢慢大了以后 他就看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妈妈的说话 他说他看到他妈妈的说话 就是他 当然这个妈妈在这个家里 承担了很多的责任 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不满 他里面有很多的愤怒 他里面有很多的 对这个男人的瞧不起 而那些愤怒不满瞧不起 就化作很多刻薄的语言 所以他妈妈个子又矮又小 爸爸又高又大 妈妈当然打不过爸爸 但是他就会说刻薄的话 他就觉得我说了 我过瘾一下 但是每次说完那些刻薄的话 就被打 但是在打的过程里面 他更要讲 更要讲 更要讲 慢慢大了以后 他就发现说 我怎么样能够转换这样的模式 作为一个男人 可以成为一个肯承担责任的男人 不要是一个遇到事情 就躲在女人背后 那个不肯承担责任的男人 而相对的作为一个女人 谨慎我们所说的话 好多年前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 其实看的时候我就觉得题目好怪 他说挨打刑的老婆 他说这个丈夫会打老婆 真的是最糟糕的男人 打老婆 但是他是一个做太太的人写的 他说相对的 他说他我自己是个女性 我也要提醒许多的女性 你不要去引发 点燃他那里面的那种暴力的女性 你明明知道他这个男人会这样 你还一直去激他激怒他 而最深激怒对方的 常常都是说话 因此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领受圣经的那段话说 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要说那个对的话 不要说那个激怒对方的话 而带来的结果 其实是我自己要去承受的 所以男人学习承担 女人谨守自己的口 记得不要激怒对方 以至于我承担的是那个后果 何苦呢 求主帮助我 管束我的舌头 感谢观看 下次见